不竟已在這圈中轉到這年頭 唉 已經不知不覺 竟然去到豬年的最後一個農曆月份 去到農曆十二月 在這個階段裏面 由你們各位上星或者太陽雙子座的朋友 聽到錄音 一路到明年鼠年新晶投資前 究竟你們的運勢會怎樣呢 其實說真的 在這個磨蠟座 香港人又叫山羊座的新月之際 你們的守護星 水星沒有特別上位 所以我也不會特別去講星圖 不過他去了一個落陷之勢 去了你們的對公 射手座的香港人又叫尼瑪座 其實你們接下來會去 主要去講 你們會接觸一些很陌生的環境 我主要是看牌去講 而且我知道很特別 我主要看塔羅牌 就是在講 他出了一系列的牌 其實是很重複的 再加上一個很基本的星象 就是你們的水星 守護星 坐落七公 其實是在講 你們會去面對一些很陌生的環境 尤其是一些遙遠的地方 可能要離開家 或者離開現有的工作環境 其實過往不是特別差 過往都是開心的一些經驗 但現在有一些新的挑戰 尤其是真的要離開香港 或者是一個很熟悉的環境 但是你要去離開 然後去一個大不如前的新天新地新地方 而且在這個新的環境 不會說很安穩 我當你要去工作假期 各位雙子座的朋友 可能接下來會有一些這樣的計劃 但在工作假期 其實你們都是要到處走的 你不是說一輩子在農場打足半年工 所以會有這些不安定性 還有任何事情都是一個很暫時的情況 我當作你們接下來想要去結束那份工作 但其實接下來就算找那些工作 都是不會穩定的 不會長的 可能你做完一個月左右 明明是過了Pro給你 你都會覺得不是很適合 那你就會離開 或者做一些免費 免費 所以你們對一些新的環境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大的信心 尤其是如果你們真的會離開香港 尤其是如果你們離開香港 去一些水邊的地方 全部東西都是很不穩定 很流動性很大 就好像其實你們 沒有了一個根 明白嗎 你們接下來最大的心裡的恐懼 就是你們沒有了那個根 好像 好像那些什麼 浮瓶 在這個亂世裡的一些浮瓶 OK 全部都是一些過客 這個其實就是 從這個錄音開始 直到新精頭 你們心裡會有一個很大的恐懼 就是很容易 對 但是呢 尤其是我剛才也說過 如果你們去 真的離開香港 去旅行 尤其是去一些水的地方 其實 這些 會是一些吉祥 它會帶給你一個好的能量 其實 去了這些地方 你們就會開始 去思考 更加容易去思考到 去接受到 宇宙給你們新的 一些安排 還有這些安排不到你們去決定 是的 所以 我明白的 離開一個 熟悉的地方 正所謂舒適圈 和 comfort zone 其實是一個 恐懼的事情 但是 不要太過害怕 我都給了一些小小的提示 你們應該怎樣去做 去什麼的地方 然後你們 自然會去順應到 宇宙給你們的 新的arrangements